各位欢迎来到这里出事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00后大学毕业生未来对自己的职场期望 最近这个调查真是很有意思 有高达6成7 接近70%的大学生 认为未来自己找到工作之后 在10年之内 年薪能够达到100万人民币 说实话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看到年轻的朋友们 对自己未来这么有信心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打击他们呢 还是应该给他们再鼓鼓劲 100万年薪是不是个很高的数字呢 按道理讲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个人如果能拿到年薪100万的话 那绝对是各中翘楚 然而很不幸的是 最近这几年以来 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大行其道 在各种论坛上 人均百万似乎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 似乎人均百万是很容易达到的 那么我们先探讨一下 到底一年年薪100万人民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咱们从全球角度来看 全球大概有60亿到70亿人 如果你能赚到100万人民币一年 那么你在全球排多少位呢 曾经外国有个人做了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 你只要选择自己的国家 然后输入你目前的一年的收入所得 他就自动给你算出来 你排在全球前多少名 有人还真的做过这样推算 一个年收入100万的人 他大概排在全球接近前200万名 200万数字听起来很吓人很多 但不要忘了全球有着60亿人口 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年能挣100万人民币 那妥妥的是钱万分之三 一万个地球人里面才有三个人 能一年赚到100万人民币以上 我们以前经常讲说 这个人是百里挑一 千里挑一 万里挑一 大家看到了吧 你如果真的一年能挣到100万人民币 从全球的角度看 你妥妥的是万里挑三的人 真的吗 难道全球60亿人 真的只有200万左右的人 一年能赚到100万人民币吗 是的 真是这样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各国的人均GDP 比如说美国今天的人均GDP 大概是6万美元左右 折人民币也就是不到40万人民币 美国人已经是在发达国家中赚的很多的了 日本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 欧洲各国人均GDP3万美元左右 我国人均GDP去年刚刚超过1万美元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人均GDP往往是远远高于我们收入的 就以我国为例吧 我国今天人均GDP是1万多美元 不到7万人民币 可是各项统计数字告诉我们 全体14亿中国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 还不到3万人民币 连GDP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也就是说按同等比例测算 甭管美国日本还是西欧 大部分老百姓平均每年的收入也就是几十万而已 这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 比如说大部分欧洲人 他的平均月薪也就是1500到3000欧 我们就按3000欧算好了 3000欧才2万多人民币 一年也就30万 这是平均数 那么对于欧洲人 美国人 日本人而言 一年赚到100万人民币以上 那也妥妥的是高收入了 好吧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全球移到中国 有很多朋友们可能想问 到目前为止 在我国境内一年收入超过100万人民币的人 大概有多少 诶 此前某个大学还真的是做过统计 人家最终的数字是 到目前为止 我国一年赚100万年薪以上的人 大概总人数是70万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按全体人口比例来看 大概是万分之五 也就是说 每一万个中国人里面 大概有五个人 一年能赚到100万人民币 咱这个数字 说实话 还比这个全球要略高一点 为什么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今天我们中国 也是高收入国家了 全球大概 今天有60亿到70亿人口 我国人均GDP呢 是1万美元 我国这个数 刚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是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 平均数是最不准的一个数字 因为往往头部的数会非常非常高 它大大的拉高了平均数 咱们这么讲吧 虽然今天我国人均GDP只是全球平均水平 但是咱们翻翻排行榜啊 我国的人均GDP水平大概排在全球五六十名左右 在我国之前的那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呢 拍拍脑袋想我们都能想出来 美国 日本 韩国 西欧 这一系列的发达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这五六十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呢 大概是十三四亿人左右 跟我国这十三四亿人差不多 也就是说全球除了高收入国家和我国这二十六七亿人口之外 剩下的接近四十亿人口 那个收入都是远远低于我国 也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所以啊 真正能够年薪达到百万的人 有三分之一在我国 有三分之二在美日西欧这些发达国家 其他那些低收入国家 想挣的一年一百万 那是千难万难的 所以这个数字就很有意思了 到今天我国一年能赚一百万的人 也就是可怜的七十万而已 全球才两百多万人而已 而我国今年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就超过九百万 这九百万人中如果有百分之七十 十年之后能达到年薪百万的话 这七九就是六百多万人啊 大家觉得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了 中国古代有个笑话叫何不食肉米 进会宫听说某个地方遭了灾了 老百姓吃不上饭了 于是跟大臣们说 他们怎么不吃点肉啊 是啊连粮食都没有 哪里有肉啊 今天我们很多大学生 还没有进入到职场中去 还没有体会到社会的残酷 因此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 有点过于乐观了 比如说前两天 我们在某个小视频平台 还看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 一个刚刚上大学的女大学生 跟她的父亲发火 什么原因呢 这位父亲呢 给刚刚上大学的女孩子 每个月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个女孩子觉得不够 跟她的父亲抱怨说 我不吃饭吗 我不买化妆品吗 我不社交吗 你给我这么一点点钱 我饿死算了 今天在我国读大学 学费家长都是给你交掉的啦 住宿费也是一次性交期的 那么很显然 父亲给女儿每个月一千块钱 主要就是她的日常生活费 一千块钱一个月 到底够还是不够 对于很多网友来讲 大家对这个女孩也是抱以同情 大家说啊 在一线大都市生活 一千块钱似乎确实有点少了 尤其是女孩子嘛 除了平时的吃饭之外 化妆品要不要钱 买衣服要不要钱 跟人社交要不要钱 甚至你还要买电子产品 你还要旅游 这要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一千块钱似乎真的不是很够啊 所以很多人同情理解这个女孩子 认为她跟她父亲多要点钱是合理的 但是反过来讲 对很多家庭而言 在已经给子女缴纳了高额的学费 住宿费之后 还要每个月额外再拿出一千块钱 这已经足以压垮他们了 因为总理前两年就跟我们讲 到今天为止啊 我们经济已经全球第二了 可是我国还有着六亿人口 月均收入不到一千块钱 是啊 这六亿中国人 人家一个月收入都不到一千 所以这个女孩子一个月拿到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似乎想想也不是很少了 所以很显然的 有很多学生跟我们整个社会的认知是脱节的 是啊 平时我们随便刷刷小视频 看到人家买了奔驰包马 都不觉得是豪车 看到豪宅的定义 已经是一线海景大平层和三五百平的别墅了 甚至吃一餐饭 花个一千两千块钱一顿 那只不过被称为刚刚起步而已 所以啊 每天被这些视频经营的学生们 当然会觉得 一个月一千块钱生活费太少了 对于人家来讲 是吃顿饭都不够的 买件衣服都不够的 买套化妆品都不够的 他们当然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过着如此交涉淫逸的生活 那一定是他们收入很高了 那一定是一年赚一百万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吗 有时候我想啊 这很像某些大都市中的圣女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搞乡亲的人 给这个大多数圣女把卖 告诉大家事实啊 因为有很多圣女经常说 哎呀 我找个普通通的男人就得了 个子不用太高 有大城市户口 在大城市有房子有车 年薪赚个二三十万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就行 结果很多相亲中介给大家分析啊 你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男的 在人群中恐怕连 百分之五百分之一的比例都没有啊 是啊 有很多人的认知就是这么脱节 要不然也不会有高达七成的大学生说 未来十年 他的年收入要达到一百万人民币了 要知道 这在我国真的是万里挑武的存在啊 广大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前景很有信心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我们真得奉劝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脚踏实地啊